哎呀 今天捡到饱了 200块钱买了这么多螃蟹 回来了 饿死我了 有什么事啊 好吃 怎么吃 我天要吃 8个 9个 怎么少一个 怎么办 饿死了 我去找 一些东西 这螃蟹好是好 就是没帮绳子 你不要过来啊 好了 别看了 你们没可能的 待会儿用一天蒸香蒸熟了 让你见一面 总算是先把这几只大的搞熟了 外面吃个蟹饱要45一只 这小子每次一口气三只 还不如在家实现蟹饱自由呢 蟹壳留着 蟹肉蟹黄挖到碗里 处理蟹腿我最擅长 一块完美腿肉 喵 你刚才说的见面呢 好好好 我说话笑话 哎 突然觉得外面45也不贵啊 这么半天就扒出这么点肉 所有的蟹黄蟹腿 加点沙拉酱抓把均匀 洗干净的蟹壳擦干水分 一勺蟹肉 一勺黄油 再添上厚厚的芝士 哦对 我还买了一些小海鲜 先让它们吐吐沙子 再搞个海鲜料汁 用一半拌拌粉丝 调味里面的血壁是灵魂 所以料汁要多多的 再依次马上配菜 小海鲜 最后上主角 微望生思的小螃蟹 哎 这样居然乖乖就不动了 赶紧丢蒸箱里再把虾铺上去 蟹饱也塞烤箱里 假期聚会来这么一盘 肯定会被赞不绝口 蟹饱烤的火候也刚刚好 nice 不辣版的清蒸小海鲜 简直是我那个嘴馋的儿子的福音 我这减便宜买的小螃蟹 品质一点都不差嘛 哎呀 马上这小子就放学到家了 饱了没有 我快饿死了 蟹饱呀蟹饱 我的最爱 真才十秒 你吃吗 不给 你吃完吗你 鲍鱼啊鲍鱼 一口吞辣 海鲜面 儿子你说螃蟹和龙虾打架 哪个更厉害啊 肯定是龙虾呀 你看这螃蟹小胳膊小腿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